重磅 投行要减负 核实科研成果 不能只保不见保健业务有这些新要求 IPO保健业务迎来新的要求 投行能减负了吗 受到业内关注的是 证监会提出 要将保健人界的职责提到更重要位置 充分发挥其在投资价值判断方面的前瞻性作用 同时 可以合理信赖其他证券服务机构 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 但要进一步和柴验证 保健业务中各中介机构如何划清责任边界 如何减少重复工作 一直以来是业内热议的话题 作为保健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 都配套衔接规则 证监会修订了证券发行上市保健业务工作的稿指引 其中就增加对其他证券服务机构 专业意见的相关复合资料 华南一名投行人士表示 修订后的效果有待观望 他谈到 部分韩正工作应该不需再重复了 但总体而言 信赖尺度不好把握 目前券商在保健业务工作中是总协调人 总负责人的角色 监管也主要以券商作为抓手 在这种高压下 券商内控会一如既往保持高要求 未必敢信赖其他中介机构 原来我们可以直接引用 现在还要对其他中介机构工作 在复合并留底稿 目前来看没有哪个法规可以减轻我们工作压力 他分析称 目前保健工作重心在信息披露 做到应批进批 为了应对新兴产业 也储备了医药 芯片等方面的人才 但从征求意见稿来看 未来保健机构还要进一步深耕产业 懂新技术 才能挖掘企业的投资价值 比如保健机构 要取得发行人核心技术的科研实力和成果情况 包括获得重要奖项 承担的重大科研项目 核心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情况 制定国家 地区 行业标准等 不然关注文发表现 在香港的小研究中 发生了一个大科研项目的 并且在动资价值上 来自大研究中 进行工程度